我们在简报第九页这边就先跟老师介绍 几个 软体跟云端服务的应用 那首先 我们 先看一下,刚刚我们有跟大家介绍这个 对不对 绘图版 各位老师 接上去之后 不会发生神奇的事情 因为接上去之后只是滑鼠 所以你还是需要有一个可以书写的工具 那当然我们Windows本身 他是有附一个这个东西 叫做白板 可是他还真的很单纯 就是白板 所以 你如果这样子 那我在这上面写OK啊 可是问题是 我们常常 不是只有在这里写 我需要在荧幕上面写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您就会需要一个适合的 荧幕的画 好 那 您刚刚在简报第一页那 我们有一个 这里 有一个那个 研习的软体下载 在这边,您点到去 下去之后,您可以把它打开 好,那打开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 第1个 就是这边 那这个软体呢 他是有 就是Windows版跟Mac版 好,所以刚有的老师是使用Mac嘛 那 您就可以从这边下载 安装起来 这都是免费的 嘿 那么 您可以把它安装一下 那么如果您刚刚有从我这边 POPI随身碟资料的 那个软体已经在里面了 所以您可以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 在您电脑 里面,您可以把这个软体安装起来 那 装软体应该大家都很厉害 下一步,下一步 YES,YES,OK 我同意就好了 就可以完成 好 来,您先试看看 那么 等到您装完了之后呢 您会发现 在 上面这边 在左上角这边,应该会多个叫 Anonet Annotator 这个 有一个图示 有一个这样的图示 那您执行 第一次执行的时候,它会有个同意条款 您必须要把它 卷 卷动 它那个同意才可以按下去 就是你要看完啦 合约要看完 好,那 完成之后呢 就会跟我一样 在您的右手边 会多出一个这样的工具列跑出来 您可以先安装看看 您可以先安装看看 现在大家重要的,我们来看看 有这支笔 有没有比较方便 好不好 那第一件事情,因为它装完之后 是 英文的 这个界面 没关系,你先放着,等一跳在哪 好,你可以找到它,来,在哪里可以找到它 在你的右下角这边 右下角这边,有没有多了一颗 这个 多了一颗像这样子的 你按右键 如果你 跟我一样是中文的,当然就不用再改 可是预设是英文的,你可以选第2个设定那里 好,第2个设定这边,按一下 好,因为 预设的语言是英文的 你就把它改成繁体中文,这样就好了 这样有没有找到 有喔,当然其实有没有改成中文 是不影响短题功能啦 只是你看得比较清楚而已 OK 好 好,那我们就来试看看 当你把右上角这个笔按下去 这个 按下去 你就有 进入 我们的绘图模式了 就好像我们简报不是有一支笔一样 可是以前你只是用简报的时候才有那支笔 但是呢,现在不用 随时都有笔可以用 那这个笔呢,里面有相关的属性的设定 所以你点开 有没有,你就可以换颜色啦,换你的粗细 是不是都可以 所以我今天搭配 你的绘图板 那我就可以 像这样子 我这样子就可以很轻松的跟你讲 这样的内容,有没有变得比较OK一点 对不对 那 这个因为我现在用的是暂且墨水 看一下 这里 好 你有没有感觉我现在写完它就不见了 刚刚我这样在这里写一写一写 这样OK 是不是 老师这样子比较自由 也就是说反正我萤幕上有出现的是不是都可以用 好 那如果你跟我一样懒的插 反插 哈哈哈 自己画的要自己插不是吗 所以你看下面这里 有没有一个橡皮擦 你还得这样插插插 你应该会疯了吧 所以有两种方式 一个 你可以看到我右下角这里 有没有垃圾桶 就全部弄掉 这是一种方式 但是呢 还有一种方式是这个 你看喔 我在笔的选项里面 有没有一个叫暂显墨水 好 我有看到几款类似的软皮 那 他们的差别在哪里 我用别的颜色 跟大家做对比好了 我现在用这个橘色的 你看我现在画一画 有没有感觉一下就消失了 有几位同学在看我们的 响意 有没有就消失了 这样我就不用插板插嘛 哈哈哈 所以其实这个暂显墨水的效果 我觉得还不错啦 就是在这边 你有需要之后就可以把它勾起来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包括的 像他也有所谓的百宝箱就在下面这里喔 你看这里 有没有工具箱 我最喜欢的是这一支 因为呢 有些时候我们 上课我希望同学聚焦在哪里 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在这边 这样有没有不会看走眼 对不对 你今天要看到我们插画 好移到这里来 那你真的OK了 那我们就把它关掉 这样是相对好用很多 对喔 就是说 我们上课你可以有的工具其实蛮多的 那当然 如果你觉得我就是需要一个白板 他当然也有 就在下面这边 您看下面 有没有 这里有个白板 那我就可以进到白板模式里面 比如说你可能要写数学的公式 是 好 我们 假设这里 60度 60度 正三角形 对不对 这两边 这个跟这个 相等 那你是不是就有白板 就可以拿来用 所以他可以随时的去做切换 那就看你的需求 那么今天如果你这个 没有要插掉 你看 我刚留在上面 你们会继续留在上面 对不对 可以啊 那你也可以拍照 甚至也可以录影 所以 他的功能就会比我们微软所提供更多 你看下面这里 有没有一个录影机的工具 按下去 包括了荧幕的截取 荧幕的录影 甚至直播都有 小小一个工具 是不是就可以做很多了 所以你不见得说我一定要 就是 直播的 我老师现在 你会发现 如果老师你是上线上的课程 有没有机会 自己先把教材录制 有啊 其实像我自己来讲 我这个课程都会有历史教学影片 因为老师现在有历史了 就是我以前教过的 上课的内容 或者我个别录制的内容 我都可以拿出来 这给同学看啊 对啊 只要 这个教材还符合我们现在的需求 你不要客气 真的 就可以把它拿出来 这样子 你会发现 老师上课也不用讲太多 但是又可以让同学重复看 所以这个是一个 蛮重要的 那如果你弄完了你只要回到这边 按一下 上面这一颗再按一下 它就会 恢复到我们原本画笔的功能 那个滑鼠的功能 这样 这个小丸体OK吗 可以啦 所以 简单的画笔 那再搭配您的这个 绘图笔 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相得意大 不然的话 很可惜 你如果只有绘图版 没有找到适当的画笔 那你只有一半的工具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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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